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以及算法与程序设计的一些基础知识 本学期我们会深入学习各类经典算法及其程序实例 同时也会对高中阶段的学习内容做一次系统的复习 为了适应在线学习的特点 我们重新整合了单元 所以可能跟教材的单元名称不完全一致 不过没关系 你很容易就能在教材中找到对应的内容 如果我们的教学内容和你的学习进度不完全一样 也没关系 你可以跟着我们学习心知或文故知心 各位老师要根据学校的实际情况 合理安排对本校学生的辅导 今天我将和大家一起学习第一个单元 算法基础知识 好 那么现在就请大家跟随我进入今天的课程吧 第一单元算法基础知识由四个课时组成 在这四个课时中我们会学习算法 运算服务于表达式 顺序结构 程序设计基本知识等内容 本节课的主题为认识算法 说到算法 大家首先会想到的一定是计算机中各类复杂的程序吧 其实算法不仅仅存在于科技世界 今天就让我们来初探一下算法的奥秘 本次课程的主要内容包括 1.算法的概念 2.算法的特征 3.算法的描述 4.基本数据类型 5.常量与变量 让我们首先进入第一部分的内容 算法的概念 算法是在有限的步骤内求解某一问题 所使用的具有精确定义的一系列操作规则 简单地说 算法就是指解决问题的具体方法和步骤 其实算法早在数千年前就已经诞生 并且存在于我们生活中的每个角落 当我们需要完成一件事的时候 幕后总有算法悄悄地指引我们一步步地去完成 下面我们来通过几个具体的例子 体验一下算法究竟是什么 这是一个经典的过河问题 农夫要划船 带狼 羊和蔬菜三样东西过河 带小船每次只能带一样东西 并且农夫不在场的情况下 狼会把羊吃掉 羊会把蔬菜吃掉 那么请问农夫 如何才能安全地带这三样东西过河呢 我们一起来试一试吧 请大家在纸上写出农夫过河的大致步骤 好 可能聪明的你已经发现正确的过河方法不止一种 让我们来看一下其中的一种正确的过河方法 先把羊带过河 自己回来 把狼带过河 同时把羊带回来 把蔬菜带过河 自己回来 最后再把羊带过河 这样就能顺利地解决过河问题了 我们可以看到 左边的这七个步骤 就是解决农夫过河问题的具体方法和步骤 所以我们就可以把它看作是解决这一问题的算法 大家看 算法其实并不一定要用到数学公式或者是物理定律 只要我们能够找到解决问题的方法和步骤 我们就找到了算法 在日常生活中 我们也会碰到很多种其他类型的算法 比如洗手 正确的洗手步骤也可以被称之为是一种算法 第一步洗手掌 第二步洗背侧指缝 第三步洗掌侧指缝 第四步洗指背 第五步洗拇指 第六步洗指尖 第七步洗手腕手臂 这七个步骤就可以看作是规范化洗手的一种算法 所以大家看 在日常生活中 我们也经常要用算法解决问题 只是一般不叫算法 例如 乐谱是指挥乐队演奏的算法 菜谱是厨师做菜的算法等 随着计算机的出现和现代信息技术的发展 算法与人类社会的关系又进入了一个新的层面 人们可以将算法编写成程序 提交给计算机执行 利用计算机的高速自动化计算能力 迅速获得结果 现在 我们已经可以通过人连匹配算法来解锁手机 或是通过路面识别算法 辅助汽车完成自动驾驶 随着科技的发展 计算机的处理能力在不断增强 这也使算法能更好的服务 并且改善人们的生活 人们现在在出行时 往往会使用手机上的地图APP进行定位 同学们不妨想一想 自己的地理坐标位置是怎么计算出来的呢 定位算法又是什么样的呢 让我们来看一段我国北斗卫星导航系统的科普视频 当你打开手机上的导航软件 你实际上在使用导航卫星的定位功能 高中数学告诉我们 在一个立体直角坐标系中 任何一个点的位置都可以通过三个坐标数据 XYZ来确定 也就是说只要能得到XYZ三个坐标数据 就可以确定任何一点在空间中的位置 北斗卫星导航系统在太空中建立了一个卫星网络 通过对卫星轨道分布的合理化设计 用户在地球上任何一个位置 都可以观测到至少三颗导航卫星 我们称为卫星A、卫星B和卫星C 而且在任意具体时刻 卫星在空间中XYZ坐标是确定的 卫星和你的手机分别有一个时间表 通过卫星A、卫星B和卫星C 发出以及手机接收到的导航信号时间差 乘以电磁波的传播速度 可以测量出用户与卫星A、B、C的距离 现在我们已经知道三颗卫星的空间位置 以及用户到这三颗卫星的距离 假设用户的位置为XU、YU和ZU 这样我们就得到了一个三元二次方程组 三个方程、三个位置数 即可求解出用户的坐标位置了 怎么样? 通过刚才的视频 是不是觉得这些计算机中的算法 也并非咬不可及了呢? 接下来让我们来了解一下算法的特征 算法有如下五个特征 一、有穷性 有穷性是指算法的执行步骤必须是有限的 也就是说算法不能无限执行下去 必须要能够终止 另外,这里的有穷不光是指数学意义上的有穷境 同时还应该在合理的时间范围内完成全部操作 比如,某气象预报算法能根据收集到的气象数据预报近期的天气状况 但是执行的过程需要几个月甚至几年才能得到结果 那么这种算法也不能算是有效的算法 二、确定性 确定性是指算法的每个步骤都应该是确定的、没有奇异的 而不应该是含糊的、模棱两可的 比如以下程序 用户输入L后 程序输出L除以2 是符合确定性特征的 但是,如果输出L除以自然数 由于自然数并没有指定是哪一个 所以这个步骤是不确定的 三、可行性 可行性是指算法的每个步骤都要能够被实际做到的 可以被有效执行的 例如 要求L的算数平方根 就要保证L大于等于0 如果L是一个负数 那么根号L是不可执行的 四、有0个或多个输入 所谓输入就是指算法在执行时 要从外界获得数据 其目的是为算法建立某些初始状态 如果建立初始状态所需的数据 已经包含在算法中了 那就不再需要输入数据 五、有一个或多个输出 输出指的是算法实现后所得到的结果 和输入不同 算法必须至少有一个输出 如果我们碰到有的问题是无解 那也应该把无解的状态输出 有些程序在执行过程中会碰到问题 中段退出的时候 也会把遇到的问题或错误原因收集起来进行输出 这样就便于用户进行维护和调试 三、算法的描述 算法是求解问题的方法和步骤 算法的描述就是把人脑中解决问题的方法和步骤 用一种规范的方式表达出来 目前常用的算法描述方法主要有三种 一、自然语言描述 二、流程图描述 三、尾代码或直接用计算机程序设计语言描述 下面让我们来看一下这三种描述方法的区别 自然语言描述算法主要是通过语言或文字来描述解决问题的过程 它容易表述也容易理解 比如我们前面提到的过河问题的算法就是通过自然语言来描述的 自然语言描述的主要缺点是有时会存在二异性 例如 这个人谁都不认识 这句话既可以理解为他不认识其他人 也可以理解为其他人不认识他 这就违反了算法的确定性特征 二、流程图描述算法 流程图是一种比较直观易懂的 用图形来描述算法的方法 相比自然语言 流程图的最大优势是直观形象 我们可以先来看一个例子 比如 物理科目中求解物体在横力作用下的加速度问题 如果我们假设 F为拉力 小F为滑动摩擦力 M为质量 A为加速度 则此问题可以描述为以下流程图 根据箭头的方向 步骤依次为 开始 输入拉力F 摩擦力小F 质量M 加速度A等于F和除以M 输出A 结束 虽然我们还未详细解读流程图中每个步骤的具体含义 但是至少我们已经看懂了整个算法的执行过程 这就是流程图直观形象的最好证明 我们看到流程图中每个步骤的形状似乎都有点不一样 有的是圆角矩形 有的是平行四边形 有的是直角矩形 那么每种形状分别代表什么含义呢? 我们来参考右边这张表 圆角矩形是开始结束符 它表示算法的开始或结束 一般而言 一个正确的算法只能拥有一个开始和一个结束符 平行四边形是输入输出框 执行到这个步骤 就说明算法和用户之间会发生数据交流 框中用来表示数据的输入或计算结果的输出 直角矩形是处理框 程序在执行处理框时不需要用户进行额外干预 程序会自动执行框中标明的内容 临行代表判断框 框中标明判断条件 并在框外标明判断后的两种结果的流向 判断框拥有一条流入线两条流出线 但同时只能有一条流出线起作用 实现箭头表示流程线 它指出流程控制的方向 也就是流程图运作的次序 流程图是一种能够比较直观的展示算法操作流程的描述工具 用流程图可以形象地表达算法的含义和关键操作步骤 流程图中的流程线标明了各个框执行操作的先后顺序 清楚地展示了算法的逻辑结构 3. 伪代码 让我们先来看一段用伪代码书写的指定序列 这五行内容清楚地表达了判断密码是否正确的算法 第一行是输入数据的伪代码指令 符号左箭头是将右边的值存储到左边变量中的意思 这里表示将密码输入给变量T 第二行到第五行是一个伪代码指令 表示如果输入的T正确 就输出你好请进 否则就输出对不起不能进入 伪代码具有计算机程序设计语言迅速精确无二一性的优点 它结构性强 比较容易书写和理解 没有严格的语法限制 也容易用具体的程序设计语言来实现 同时伪代码也具有用自然语言描述算法时的优势 即可以不拘泥于具体计算机程序设计语言的语法结构 而着重于以灵活的形式描述对象 在伪代码描述中 用一些关键字或者符号来表示操作 这些关键字一般都用英文单词来表示 如上面的判断操作可以使用if then else指定 而其他部分可以使用英文也可以使用中文 和计算机指令一样 每条尾代码指令也是表示一个操作 所以尾代码一般很容易转化为程序代码 右边是一段用visual basic程序设计语言书写的程序 和左边的尾代码几乎是一一对应的 在右边的这段visual basic程序代码中 我们可以看到一些由各种字符组成的密码数据 以及类似于像t这样子的变量的存在 那么这些数据对于算法和程序设计来讲 又意味着什么呢 数据是计算机程序处理的对象 掌握各种数据的表示形式和方法 是学习程序设计语言的基础 那么接下来我们就来了解一下关于基本的数据类型 算法处理的对象是数据 数据按照其本身的特性可以分为不同的数据类型 不同的数据类型 规定的数据表现形式和取值范围也各不相同 高中阶段我们会接触的基本数据类型 主要有以下几种 一、数值型 类似于可以进行科学运算的一些数据 二、字符串型 是由数字、字母、下滑线等组成的一串字符 三、逻辑型 在不同的程序设计语言中 描述这些类型所使用的名称也不太一样 下面我们以Visual Basic为例 看一下VB是如何来称呼这些不同的数据类型的 整形称为Integer 它表示一个取值范围较小的整数数据 长整形称为Long 它表示一个取值范围较大的整数数据 这两种类型都只能表示整数 如果我们需要表达一个小数 那么它们就不那么合适了 我们可以选择单精度型的实数Single 来表示一个取值范围较小的实数数据 或者是双精度型的实数Double 来表示一个取值范围较大的实数数据 这四种数值类型中Double的取值范围是最大的 字符串类型称为String 它一般用来表达用双引号引起来的一串字符 逻辑型称为Booling 它表示一种判断的结果数据 直为True或者是False 好那么现在大家是否了解不同数据类型之间的区别了呢 让我们来试一试吧 假设我们正在尝试制作一个网络购物程序 需要表达商品价格购买数量商品名称确认收获这些数据 那么请问对于这些数据它们分别应该属于哪种数据类型呢 同学们不妨想一想 让我们一起来分析一下 商品价格有可能会有小数点 所以应该选择单精度型的时数Single或者是双精度型的时数Double 购买数量只可能是一个整数 我们可以选择整形Integer或者是长整形Long 商品名称是一串字符 所以我们选择字符串型String 确认收获只可能是两个状态 False代表未收获 True代表已收获 所以可以用逻辑型股理 这些数据类型你都选对了吗 如果觉得名字太多一下子记不住也不用担心 我们在后面的程序设计实例课程中还会再次看到它们 不同类型的数据在程序中通常是以长量的方式呈现 或者是被存于变量中 那么什么是长量 什么又是变量呢 长量是指程序运行过程中其值始终保持不变的量 根据其数据类型 可以分为数值型长量 字符串型长量 逻辑型长量等 比如说 珠穆朗玛峰的高度为8844米 那么我们可以认为8844是数值型长量 而珠穆朗玛峰这五个字是字符串类型的长量 变量是指程序运行过程中其值可以发生变化的量 它可以用来存放程序的输入数据 中间计算的过程值 以及最后的输出结果 每一个变量都会有一个变量名 变量的名称以及这个变量可以存放的数据类型 是由程序员在程序设计的变量声明阶段决定的 程序运行时 系统会为每个变量分配存储单元 在程序执行的过程中 变量就可以根据需要存放相应类型的变量值 关于变量的具体声明和使用方法 我们会在程序设计实例课程中再详细的讲解 今天的课程中 我们学习了算法的概念 特征和描述方法 也对基本数据类型以及常量与变量做了一些介绍 希望通过今天这节课 同学们能对算法有一个初步的印象 最后让我们来看一些练习与思考题吧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今天的内容大家都掌握了吗 如果有任何问题 欢迎大家和老师进行线上答疑 好 本期的课程就到这里结束了 我们下期再见